We want a lot of things, but do we need that much? We buy a lot of makeup, clothes, jewelry, and physical stuff. Are they the keys to beauty and happiness? 三块钱可以买到预先减好的胶膜 厨房里也有低成本的保鲜膜 100多元就能够买到一根敷衍棒 厨房里的汤匙也可以做按摩棒 用80块就可以买到一根眉刷 如果我们将过期或者是用完的睫毛膏刷 清洗干净之后也能够做眉刷 右边的睫毛夹需要100多块 左边的那支只要2块钱 我们可以买眼线笔 或者是拿家里的黑色眼影粉 加上湿润的源头扁刷 来画出顺滑的笔触 虽然画出来的线条跟颜色不会很锐利 不过也是一种选择 这款电热睫毛夹需要200多块 不买它用热风筒也行 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DIY眼影粉 做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黑色的眼影粉 加上蜜粉 以1比1的分量调匀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再加上红色或者是橘色的腮红粉的话呢 这样眼影粉就可以变成眉粉了 化妆跟烹饪一样需要创意 今天QQ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非常少的化妆品 化出艳丽又自然的妆容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节俭妆 节俭的定义就是 因花则花 因省则省 妆前的打底呢 一定不能马虎 一般来说 混合性肌肤 或者是油性肌肤的朋友呢 用精华液打底 我觉得已经够了 因为太多的化妆品放在脸上 其实对皮肤都是一种负担 只要角质的代谢做得好 基本上上妆之前是不需要涂太多东西的 许多朋友都喜欢用粉铺或者是刷具是上粉底液 不过QQ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指腹跟手掌来上粉 这样粉底会更服贴 棉花棒是非常好的化妆小工具 沾了粉底液的棉花棒除了可以用来遮盖黑眼圈之外呢 还可以用来修饰鼻翼两旁的色素不均 一颗大黄豆的份量已经可以做到QQ现在这个底妆的效果了 画上的眼线呢能够让眼睛更加有神 如果我不想黑色的眼影粉掉到眼睛里面去的话呢 可以先将这个刷具沾湿 然后再画上这个眼线 另外用湿的刷具沾上黑色的眼影粉 也可以画出线条很柔和的眼线哦